曾获五座金钟奖的导演陈慧玲 罹患子宫紧癌多年 2023年11月1日不幸病逝 享年48岁 她生前曾指导下一站幸福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殖民戏剧 而妈,别闹了,成为其一座 由于此疾病早期无明显症状 医师指出,若为多重性伴侣 免疫功能低下 由子宫紧癌家族病逝 即18岁前有性经验 皆属于高危险族群 最好每年进行子宫紧抹片检查 另外,在饮食方面 要避免高升糖负荷 高脂饮食和限制红肉摄取 皆能助远离患病风险 卫福部国健署指出 子宫紧癌目前是国内妇女癌症 发生率的第一位 可以说是妇女健康的隐形杀手 对此,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 主治医师张于晴在其个人粉砖指出 子宫紧抹片能有效筛检出 是否有出现细胞病变的情况 有该检查所发现的病变 有97.3%是癌前病变或早期子宫紧癌 0-17%,唯有及早治疗才能增加存活率 并增加保留生育能力的可能 谈及子宫紧癌的高风险族群 张于晴表示 根据美国妇产科协会ACOG建议 21岁开始即可进行子宫紧抹片检查 若为多重性伴侣免疫功能低下 有子宫紧癌家族病逝及18岁前有性经验等 皆属于高风险指标 可考虑从21岁起开始每年检查一次 此外,30岁以上女性 由政府补助每年可免费检查一次 检查项目包含子宫紧抹片采样 骨盆腔检查及子宫紧细胞病理检验 营养师料余山补充 子宫紧癌施慢性渐进 有时在人类乳突病毒HPV病毒感染后 10到20年的时间才进展为子宫紧癌 所以任何有性生活经验或停经者 仍需定期抹片检查 向远离子宫紧癌的发生 廖于山提到 饮食上要避免高升糖负荷 高脂饮食限制红肉摄取 尤其是高脂肉及其加工品 以及高盐、盐滋食物等 应多摄取全骨类食物 如苍米、藜麦、燕麦 以及含大量丰富色彩的蔬菜水果 建议女性每天吃7份蔬果 补充发酵食物增加消化到益生菌纳豆 无糖希腊优格补充益生菌等 除了饮食药助意外 料余山强调维持理想体重 良好睡眠品质也很重要 她提醒 由于子宫紧癌患者常是没有症状的 通常要到变成侵犯性的子宫紧癌时 症状才会显现出来 大部分最常见的症状是性胶后出血 阴道不正常的出血 以及恶臭的阴道分泌物 务必谨慎看待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